经营餐厅真的不容易 但是前主播李大华接受海音访问的时候 透露从卸下主播身份到参选议员失利 现在创立一家日本料理店的新路历程 刚开始是校长兼状中 从端盘子还有水电工等等什么都自己来 但是呢因为坚持食材的高品质 现在每个月已经有很不错的营业额 带您看看李大华如何从主播变身型男主厨的追梦人生 嗨 东森新闻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大华 好久不见 我不只是你认识的新闻主播 现在还是餐厅的老板 而且很会料理哦 不幸的话示范给你看 李大华似乎真的把主播台变成料理台了 还要教我做酪梨寿司 从铺饭到撒上鱼卵切酪梨 李大华做起来驾轻就熟 我却笨手笨脚 果然两盘比较起来就是差很大 耶 做好了 大华哥来帮我们播一段新闻吧 播新闻啊 你说这是属于医药新闻哦 所以这是整形前就是整形后吗 其实要整整就会变得很漂亮 我第一次做这样子很棒了 李大华的人生有很多第一次 第一次当主播 各位早安欢迎收看礼拜天下午九点钟的 东森整点新闻我是李大华 第一次出马选议员 李大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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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第一次开餐厅 他什么都自己来 从学会用机器切冷冻肉片 倒摆海鲜盘 甚至自己当水电工 水槽在肮脏也蹲着亲手修理 还要爬上梯子修冰箱 战略片常会堵塞 所以我们常常要定期来清 开餐厅很辛苦 但三年下来已有不错的营业额 他笑说不想再参选 我觉得其实我的目的是要服务大家 服务不见得是要在某一个植物上 像开餐厅提供好的美食 平价的享受 会觉得这也算是服务 所以就有型男主播 变身主厨的桌边服务 哈啰 好久不见 我又知道是你 很久没来还记得怎么组 要不帮你组一片 不要 好 来 那现在组的这一片 我帮你组在五分手 好不好 从主播到参选议员施利 现在转型成餐厅大老板 何丽玲 邱益盈 还有漂亮的老婆女儿 都是做上宾 人生的下一步呢 我希望说有梦想 只要我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把握 我尽量去做 我也希望大家都一样 有梦就要一起追 这是李大华的追梦人生 东森新闻 陈海英 张军伟 台北报导